公开威胁全球记者还扬言要把贝鲁特变成下一个袈裟 以色列真正目的险路 对此美国感到害怕 迅速发声表示反对 对哈马斯开战 以色列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为何美国明确反对 本期视频来解读 据中青网报道 以色列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议员丹尼达农 在社交媒体发声 对全球记者进行威胁 引发国际舆论轰动 在推文中达农声称 任何报道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记者 都会被视为袭击参与者 从而被以军消灭 此外 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前防长本尼甘茨支持这个主张 暗示要对一些记者动手 一开始西方舆论界认为 以色列这是指控部分媒体提前获知哈马斯行动计划 疑似是哈马斯成员 对此 路透社和美联社两大西方媒体发声 否认他们与哈马斯存在联系 然而随着一些信息的出现 外界意识到情况并不简单 据悉 在西方社交媒体上 出现了大量关于以色列音乐节 遇袭事件的视频 此前据美国CNN报道称 哈马斯在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当地音乐节 造成至少260人死亡 并劫持大量人质 这起事件也是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 施压国际社会谴责哈马斯的重要理由 然而在公布的视频中 有两个细节令人疑惑 其一 在音乐节预袭事件中 出现了直升机扫射的场面 众所周知 哈马斯长期被以色列围困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飞行器 在10月7号的突袭中 哈马斯人员通过滑翔伞 越过隔离墙 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空战方式 因此 音乐节扫射人群的直升机 显然不属于哈马斯 那么他们隶属于谁 其二 在音乐节预袭事件之后 以色列发布视频 显示现场有大量车辆被毁 对这种情况 很多西方网友表示不解 认为哈马斯虽然发射了大量火箭弹 但威力有限 如何能在一个地点摧毁这么多车辆 其三 根据西方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 音乐节预袭车辆车顶都有弹孔 而且口径很大 应该是机炮之类的武器打的 这种情况似乎证实了 有直升机突袭了音乐节 这三个信息让西方网友意识到 以色列官员威慑拍摄10月7号 哈马斯突袭记者的情况 实际上是在掩盖真相 因为他们有造成音乐节人员伤亡的嫌疑 此外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的言论 让世界一片哗然 在视察以利边境时 加兰特公开表示 我们能在加沙干的事 在贝鲁特也能做 有观点认为 加兰特的这番话释放了两个信号 一是以色列非常清楚 自己在加沙地带在做什么 就是惩罚巴勒斯坦人 二是以色列已经把这种惩罚 视为应对敌对方的手段 问题来了 音乐节预袭事件的诸多疑点 使得以色列有袭击本国民众 挑起冲突的嫌疑 那么对黎巴嫩的警告 表示以色列将对于 自己有冲突的国家实施惩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声称 若有必要将对抗整个世界 那么以色列是否会 故意制造事端 对其他国家实施毫无人道的袭击 这种情况 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或许是意识到这种情况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在11月13号发出警告 明确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 沙利文还指出 以色列不得采取任何蚕食加沙的措施 不能让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从美国的角度看 若以色列扩大巴以冲突 那么局势会彻底的失控 届时美国会被以色列 拖入战争泥潭 遭受惨痛损失 对此美国感到害怕 反对以色列的真正目的